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這條影片我已經逃避了很久 然後大家應該都追到忘記了它的存在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平時會用什麼Color Cone 大約半年9個月之前我都有帶韓國Cone 又有帶日本Cone 但最近這三四個月我都一直戴同一個品牌 就會是韓國的OLANDS 我們現在瘋狂換Cone的影片就要開始吧 由直徑最小的這一款開始講起 它是Russian Silver和Russian Gold 這個Russian系列不是我自己最喜歡的Cone 我是放了很久都一直用不完 因為我覺得帶了出來好像一些喪屍或者一些盲的人 我想大家應該看得出為什麼我不喜歡它 我是不是好像那些被人詛咒了 然後快要變僵屍的人 我也不知道究竟有什麼妝是會適合它 還是因為我自己的膚色實在太健康膚色 所以就完全不配搭它 我覺得不關我的頭髮顏色的 你們的鏡頭應該會看到它旁邊都是包著淺灰色 完全沒有一個深色的框在外面 所以看起來是極似喪屍的 我現在這邊的眼睛就是帶了Russian Gold 是不是沒有很多呢這個情況 真的要選擇的話 我真的選不下手 其實這兩款Cone我都是不喜歡的 所以就給大家看一次的服務 記住不要買這個系列 好 之後就是我自己私心都挺喜歡的Spanish系列 這一款Cone它的顏色位其實就會在我本身眼珠的內一個圈 所以大家看到外面的黑色框其實就是我本身眼珠的顏色 其實真人看上去就沒有你們在鏡頭前面看那麼淺色 所以其實在真人看上去的混血感是超強 而且很自然的 我現在就是這邊灰色這邊這邊啡色 自己本身C心就喜歡灰色多很多 Spanish系列它還有推出一條線就是Circle系列 我原本一直都沒有留意原來有這條線 直至上一次我在Olan買Cone的時候 那個收銀妹妹就問我 阿姨是不是拍片的Heidi 之後相應了她就介紹我 就說這款Cone也很漂亮 我就聽她說買了一樣一盒 我自己也挺喜歡的 跟剛才不同之處就是這款Circle 它自己是有帶一個深色的外框 所以它是會有自鼻的放大效果 而且它的顏色是灰色偏藍一點的 我現在左右兩邊都帶了一個灰色啡色的CircleCone 其實比起之前那兩款可以更加看得出是自然一點 而且是比較有放大效果 比較有精神效果的Cone 很多時候如果我不知道那天自己會穿什麼衣服 化什麼妝 我都會去選擇這一款Cone 然後就到這個secrets的系列 我想這個secrets系列應該是他們比較流行的 因為我手上已經有四款 灰色分別有Color Gray、Latural Gray 然後啡色是有Natural Brown 還有綠色的Natural Green 我覺得其實它也不算很Natural 但它的放大效果明顯是比剛才的Spanish系列更加強勁和有效果 大家在鏡頭前面看得出的分別 原來Natural Gray真的是Natural 因為我本身看下去的時候覺得這個灰色已經很有效果 但原來這個Color Gray 因為我很少去對比 自己戴的時候沒那麼覺得 它中間是有一圈的金色在這裡 然後另外這邊就是帶我自己最喜歡最喜歡最喜歡的一個Natural Green 現在兩隻眼都是Natural系列 這邊是橘色,這邊是綠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雖然大家都是Natural 其實綠色的這邊是比較再Natural 因為我本身第一次打算戴綠色Corn的時候 都覺得很恐怖 一定會戴完好像青蛙一樣 但這隻綠色是一個很漂亮的橄欖綠 所以你戴了出來只要你有化妝的話 它絕對不是一隻會突厚 好像Halloween、鬼、吸血殭屍才會用到的顏色 而啡色方面我不是說它不自然 而是我覺得它沒有什麼特別 一個招牌摘下來全部都是這種感覺 那我就覺得買它也可以 不買它也可以 以上這幾款其實就算是我平時比較會戴的Corn 就會是一些比較誇張 有存在感 然後要配妝才可以持有的隱形眼鏡 以下還有兩、三款 就是它們同一個牌子 但是比較自然的 就算你不化妝也好 都可以持有的Corn 這一款就叫做Misty One Day Con 現在一看上去只不過一個Corn 就已經燕陽臉了 很明顯是一個很自然素顏 都可以用到的一個Color Con 有放大效果 比較精神精靈一點的 就是好像一些學生用 或者是你平時在乖乖女穿衣服很斯文 不浮誇的時候去戴的 然後到這一款它叫做Natural Day 它的顏色就比我本身的眼圈顏色淺了半度 看上去就有一點精靈效果 但就完全沒有任何放大效果 到最後這一款就叫做Sunshine Brine 我看上去就有一點精靈效果 一樣是這邊帶了這邊沒有帶 我自己就覺得我沒有帶那邊是有神一點的 不知道為什麼呢 看上去它這個感覺就真的好像 陽光射下來眼裡 有一種啡啡黃黃色的感覺 但是呢 是沒有眼珠 即是你會看到眼睛是沒有了中間的眼珠的感覺 就好像那些美少女戰士被惡魔堵死了 然後變了黑洞眼那種感覺 所以難怪我這麼久都沒有再回購這個 好了 我決定不帶任何Condro的小總結 因為我不斷帶Condro的小總結 因為我不斷帶Condro的眼睛已經很癢了 今天的重點是 你看看 我整個眼妝 眼線Mascara和眼影都沒有掉過 雖然我不斷帶Condro又除Condro又流眼水 但它們依然很實淨 所以掌聲鼓勵 我平時買Condro的Condro 如果是日本Condro或是韓國Condro都好 都會在Ping Icon購買的 而Oleds這些呢 都可以購買的 不過我都多數在Oleds專門店 但其實兩間店 我極度懷疑他們有姐妹 即是刮痰痰痰痰痰痰的關係 因為無論他們的店舖設計 所有的市場 所有的市場 會員制度 Condro都是很相似的 但不可以互通的用 即分之類的 但為什麼我這一陣子 沒有再買日本Condro 因為日本Condro看起來很自然 會看起來很漂亮 但如果你說拍片的話 就沒有Oleds的Condro那麼有效果 但如果你們都想知道 Oleds以外我會喜歡用什麼Condro 什麼顏色的話 我都可以拍一條關於日本Condro的影片 今集就先做韓國Oleds大特集 坊間其實有很多不同種類 不同品牌的韓國Condro 為什麼我會選擇Oleds呢 因為Oleds是我帶過裡面最薄 最沒有存在感 最舒服 然後最可以睡覺的一個Condro 它是令到我 外出也好 拍片也好 或者去旅行也好 都很安心去戴的Condro 所以我就選擇了繼續用這個牌子 而其他的牌子不是我沒有試過 我有試過Landhouse 還是Landstown 是極乾的 戴了三個小時四個小時 我已經忍不住要脫痕 甚至有些一帶上去 就已經是整隻眼刺痛 癢、刮眼、疑胃 有這些情況出現 而Oleds在我身上是沒事的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分享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間就三點 和星期六間就十二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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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星期六間 還有AceT 我們下支影片 要和SATA 我們下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 跟SATA 那支影片